中国现代小说故事 平原枪声 第五册 黎明前的战斗 原著李小明 韩安庆 改编黄关月 绘画 傅鸿生 封面绘画 董福章 县大队在萧家镇打了个大胜仗 打死了叛徒苏建才 鬼子司令中村以为八路军所以逞强 权杖轻杀账之力 便下令砍掉庄稼 马英一面要大家割几颗护眼 一面叫队员假意朝天开了几枪 再让老百姓去向敌人报告说 八路正规军来了 不许再砍 守卫吉祥镇的伪军队长胡二皮 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 他一连几天听说有八路军 庄稼没砍倒几颗 就把几个村的伪村长叫到炮楼上大骂了一顿 接着他吸足了大烟 带着他的大烟军出去扫荡 怒冲冲地一连烧了三四个村子 这才回去 县大队的战士见了 个个咬牙切齿 要求马英去打吉祥镇 活捉胡二皮 为老百姓报仇 马英也觉得胡二皮这样胡作非为 不干掉的 对保卫清杀仗的斗争会有影响 所以就接受了大家的提议 但是打胡二皮也不容易 进吉祥镇炮楼 要过三道深沟 一道铁丝网 还有高高的围墙 胡二皮低方的也很紧 马英考虑了一下 决定先摸清情况 再定战斗方案 他听说大队里小顺的哥哥大顺 曾被胡二皮抓去在炮楼里当过火夫 就叫小顺带他哥哥过来问问情况 深夜 小顺带着大顺来了 马英听了他的介绍 不禁皱起眉头 原来在炮楼三百公尺之内 毫无隐蔽的地方 伪军都是枪不离人 人不离枪 就是攻进围墙 也打不进炮楼 正说着 陈宝义进来说 大队长 明天暗村往吉祥镇炮楼送粮食 你派人去结了吧 陈宝义表面上是伪村长 暗地里却是游击队的情报员 马英听了他的报告 顿时有了主意 第二天清晨 马英让老孟带着预备队 在镇口准备接应 他便和赵振江等化妆城送粮的 朝炮楼走去 当他们走到吊桥边 站岗的便利生 恶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马英说是小陈家店来送粮食的 站岗的仔细瞅了马英一眼说 你不是小陈家店的村长 马英坦然地说我是陈宝义的兄弟 我哥哥有事不能来 站岗的觉得奇怪 说平常送粮的催都催不来 今天却来得这么早 马英说早来早去 打秋节大家都忙着下地呢 马英见站岗的还在犹豫 故意装作不耐烦地对大家说 他说太早了 不收那干脆就扛回去 站岗的一听就急了 忙喊住他们 接着呼噜噜地把吊桥放了下来 马英领着大家穿过吊桥 进了围墙 一直朝炮楼走去 伪军特务长一见 骂道 混蛋 把麦子担到后院去 往炮楼里去干啥 马英他们装作没听见 只管往前走 快到炮楼门口了 伪军特务长上去 一把抓住赵振江背的布袋 你们他妈的聋了 瞎往哪走 赵振江趁是把布袋一丢 拿枪冲着他 不许动 就在这时 马英带着两个战士 抢先跑进炮楼 正在凉棚吃饭的伪军见了 吓得乱成一团 有几个冲向炮楼想去取枪 赵振江举手一枪 把炮楼顶上那个站岗的打了下来 顿时摔成肉饼 几十个伪军吓愣了 有的还想往大门外跑 小李此时早把门口那站岗的枪夺下 堵住了大门 这时正在四层楼上的胡二皮 高举着手枪 鬼嚎式地命令手下打枪 可刚喊了两个打字 就被赵振江击中了手腕 只听他啊压一声 手枪从四楼上掉了下来 胡二皮捏住那只受伤的手就往下跑 刚跑到三楼就被马英用枪逼住 胡二皮哭丧着脸颤抖着把手举了起来 老孟带着预备队也赶来了 没多久战斗就结束了 队员们压着俘虏 带着大批武器满载而归 当他们烧了炮楼 刚离开吉祥镇 放哨的奔来报告 说大批鬼子往城西城南扫荡去了 马英暗暗好笑 心想你往西我就往东 他和大伙一商量 决定乘此机会再去把大东庄炮楼拔了 当下他派了几个战士把俘虏压回去 然后又带了队伍向大东庄进发 中村最近跑了不少冤枉路 却连大队的影子也没碰上 今天又带了大批鬼子出动 刚到半路 忽见吉祥镇和大东庄的炮楼相继冒起了白烟 忙掉头赶向大东庄去救援 等他们赶到大东庄 县大队早已走了 只留下一个空桶子炮楼 中村十分恼怒 立刻命令开炮 小钢炮便无目标的朝四下乱放起来 这时马英他们早就撤到安全地带了 就这样 县大队在清杀仗期间一连打了许多胜仗 中村赶到兵力分散吃了不少苦头 便把队伍集中到萧家镇吉祥镇等地 还特地把杨柏顺调去镇守萧家镇 不久 秋收了 鬼子不发给伪军吉养 迫使他们出来抢掠 有时还烧房烧庄家 所到之处 一片焦土 马英立即动员权县的军民 展开一个保卫秋收的斗争 采取零歌零打 分晒分藏的方法 让鬼子烧也连不起来 墙也不能全抢走 于是敌人的阴谋又被粉碎了 保卫秋收的胜利 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 中村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了 就跑到横水 向连队长道本球员 俩人带着队伍 分头沿公路向萧家镇摸去 想了一个冷不防 把八路一网打尽 道本带着大批人马 偷偷进入萧家镇 中村带一支小部队沿路 故意把目标暴露 县大队的侦察员小李不知 这是敌人的诡计 以为又是打伏击的好机会 忙回大队部去汇报 马鹰一听也洗上心头 这一回他决心要活捉中村 可是赵振江却不赞成 认为敌情还未全弄清楚 不好盲目乱打 这时王二虎的伤好了 一回到大队 他冲着赵振江说 鬼子想报复 也得有本钱 就是满城鬼子汉奸兜出来 也不在乎他 老孟赞成他的主张 说只要选好地形 就是敌人有阴谋 也没问题 打埋伏也不是一两次了 马鹰同意老孟的说法 他估计从横水来的敌人 拉着马车 可能是中村的配给物资 机会不能错过 他又说赵振江细心谨慎 也是对的 当然也要做退一步的准备 说后就带着干部们去看地形 他们来到沙河北岸的一片树林里 这里地形很高 马鹰站在一个坟头上 前后左右看了看 说这个地方能进能退 我们就在这里打敌人的屁股 随即向赵振江 王二虎老孟做了埋伏的布置 马鹰和二虎带着一中队 埋伏在陆地后边 不一会儿 敌人沿公路朝这边来了 马鹰仔细一看 只见一排排闪亮的钢盔 鬼子汉奸至少有四五百 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敌人的兵力大大超过了县大队的人数 马鹰一考虑 要是不打会影响士气 就决定来个拦腰截击 他等敌人走过了一半 便下令动手 步枪 机枪 手榴弹 一起开了火 顿时在堤前摆满了敌人的尸体 敌人一掌人多势众 分三面包围过来 枪弹 炮弹雨点般地打来 战士接二连三重弹 马鹰见敌人的兵力还在增援 久战不力 于是他和王二虎轮换着做掩护 便战便退 赵震江带着二中队埋伏在河北暗坟后 牵制住道本的人马 因为战斗一开始 道本就率兵出动 赵震江估计到一中队处境困难 就向敌人展开冲击 迅速地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 敌人发现猛攻 赵震江就退到松林高地 敌人看赵震江退得很快 以为不是他们的对手 就端着刺刀冲了上来 赵震江看敌人一进 喊声打 牌子枪 机关枪一起咆哮起来 敌人横七竖八倒了一大半 敌人第一次冲锋失败后 便展开了火力攻击 打得满天松支飞舞 小李抖了抖 头上的松支 睁眼一看 惊呼起来 原来赵震江的右臂抚伤了 赵震江若无其事地说 不要紧 我们牵住敌人要紧 正说着 一个鬼子队长又指挥着鬼子 和汉奸发起了第二次冲锋 赵震江咬咬牙 瞄准这家伙 啪的就是一枪 鬼子见队长倒下了 就乱了营 慌忙又退了回去 可是敌人是不甘心的 平静了一下 四百多个敌人又从四面冲了上来 汉奸们还不住地嚷着活捉马鹰 原来 他们以为马鹰和县大队的主力在这里 因此又发起猛攻 赵震江鼓励着大家 忽然脑子感到一阵昏眩 就不知了人事 危急之时 敌人背后响起枪声 小李高兴地推着赵震江 赵震江睁开眼 抬头看时 只见正冲锋的敌人往后退了 在敌人背后打枪的是分区部队 原来 李朝东得知 恒水的鬼子出动 要包围马鹰的县大队 便亲自带着三个连赶来助战 盗本几次冲锋 伤亡惨重 如今背后又遭到袭击 料想难以抵挡 便带着队伍跑回县城 再说 马鹰和二虎对付着中村的人马 边战边退 一会儿 西南角响起枪声 老孟带领三中队来接应了 中村吃了一惊 他估计盗本的人马 可能已撤出萧家镇 再打也不会占到便宜 便也下令向县城撤退 马鹰 二虎和老孟会合后 来到北岸 见到了李朝东率领的分区队伍 马鹰又感激又惭愧 想到自己在这次战斗中 估计错误 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不禁在李朝东面前低下头来 天黑后 队伍来到小黄庄 侦察员小李和马鹰 都请求给予自己处分 李朝东听了微笑道 面对这么多的敌人 你们打得这样好 不该处分 应该总结经验 他鼓励马鹰他们 胜利了要鼓舞士气 失利了要激发更大仇恨 努力夺取更大胜利 马鹰听了 顿感轻松 站起来请首长放心 说等打下萧家镇再给你报价 提起萧家镇 自从杨柏顺被派来镇守候 成天派兵修公事 抢粮食 收废铁 这天 他又带着人马到了建立村 可是除了几个老头外 这里的人早已跑光了 杨柏顺拔出东阳刀 对着一群老头咆哮起来 他们说出 粮食和废铁都弄到哪里去了 大家都说 这兵荒马乱的年头 哪有多余的粮食和废铁 杨柏顺一听 气急败坏 一面叫把这些老头捆在树上 一面命令进行搜索 伪军们到各家翻腾了半天 回来报告说 全村都搜遍了 只搜出百十斤废铁和一缸粮食 杨柏顺冷笑一声说 我叫他们藏 藏了和尚藏不了庙 说吧就叫放火烧房 老人们一起向杨柏顺祈求 捆在头前的张大爷说 等乡亲们回来 商量商量 凑起了再给送去 不然 烧了房子 还是弄不到粮食 杨柏顺一想 也对 便命令把老头们从树上放下来 杨柏顺对张大爷说 我要把其他人押走 留下你一个人跟大家商量 八百斤粮食 五千斤铁 什么时候交起 我什么时候放人 说完 押着一群老人走了 张大爷本来想用缓兵之计 没想到杨柏顺会把人带走 他焦急地跑出村去找乡亲们商量 恰好见马英带着县大队迎面走来 便将刚才的经过向他们报告了一遍 马英十分气愤 立刻要去端了肖家镇 打救受难的乡亲们 可他转念一想 肖家镇攻势坚固 应打币有损失 于是便与赵振江等人商议 赵振江建议 让张大爷去把杨大王把诱出来 接着又和马英而语了一阵 第二天 张大爷召集刑事 来到炮楼 见了杨柏顺 故作机密地说 我昨天把队长的旨意和大家说了 大家都说救人要紧 好歹凑了三千斤粮食 谁知 去游击队来了 扣住粮食不较运 你说咋办 杨柏顺一翻脸 叫手下把张大爷捆起来 冷笑道 老家伙 别跟我来这一套 说吧 又叫一个伪军端着闪亮的紫刀 直指向张大爷的前心 张大爷毫不畏惧 反骂杨柏顺 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杨柏顺原本只想吓唬一下 如今见张大爷面不改色 忙亲自给他松绑 笑着说 别见怪 我是跟你开个玩笑 不过 要麻烦你一趟 给我们带带路 张大爷说 行 随我去好了 两个中队的伪军出发了 杨柏顺唏嘘 怕中埋伏 命队伍搜索着慢慢向前推进 这一招 马英早就料到 他把二三中队埋伏在路旁的 两块坟地里 又命亡二虎带着一中队埋伏在马庄 以防敌人后退 透过坟头的荒草丛 马英在望远镜里看见杨柏顺 渐渐走近 便用膀子碰了碰身旁的赵振江说 动手吧 赵振江猛地站了起来 只听啪的一声 杨柏顺应声滚下马来 伪军顿势大乱 一群群往北跑 想占领北边那片坟地 马英把枪一抡 下令冲锋 煞时 战士们像猛虎一样 从坟后冲了出来 老孟带着三中队 从北面围过来 伪军们无退路了 马英就叫战士们 向伪军喊话 劝其投降 伪军们见大势已去 只好把枪一扔 举起手来 战斗很快结束了 马英立即带着县大队 去攻打萧家镇炮楼 萧家镇只有一个 伪军中队把守着 他们听说杨柏顺一死 早下慌了手脚 夹起尾巴逃走了 县大队没费吹灰之力 便进了萧家镇的炮楼 攻下萧家镇 马英就叫战士们 去动员许多老百姓来 拆围墙和炮楼 并派王二虎带一队人 去南面埋伏 以防尘中鬼子出动 再说县城里的中村 已有汉奸密探向他报告 萧家镇失守 全军覆没 中村听了暴跳如雷 马上和刘中正 带了鬼子和伪军出发 向萧家镇扫荡来了 很快 他们就到了 萧家镇炮楼的西面 中村从路沟里探出头来一望 见八路军和老百姓 正在拆炮楼 便吩咐刘中正在后掩护 自己率领队伍 向炮楼猛冲过去 马英见敌人慢点来 便叫老孟 把三中队拉到沟西岩 顶住敌人 又叫老乡们赶快跑开 他自己和赵振江 带了二中队担任掩护 边打边向东面撤队 中村狠命地追击 火力愈来愈猛 马英只管后退 带退到建立村 他便下令反击 顿时战士们掉转了头 向敌人开了火 敌人不防着突然地反扑 指得难退 可是南边忽然也响起了 密集的枪声 原来王二虎带着一中队 来打狙击了 敌人挡不住两面加弓 一下子被压到村边挖地里 马英上防一瞭望 挖地里有两百多敌人 另有一路伪军在后 缓缓地朝这边走来 马英担心这两路敌人 会和不易对付 便命赵振江带二中队 绕过去挡住这批后援的敌人 中村挥着战刀 几次嘟着鬼子和汉奸往外冲 都失败了 他正在交集 忽见身后来了一路人马 不由地高兴地叫着 快快地冲 刘队长的人大大的来了 可是话音未落 屁股后面便嘎嘎嘎地 响起了机枪声 原来赵振江击退了刘中正 也来包围中村了 中村一看不妙 怒目咬牙 又挥着战刀屋里挖拉逼着鬼子和汉奸们往外突围 但仍是白费 鬼子伪军又在坑岩上摆下一对尸体 敌人不能突围 而县大队要马上解决战斗也有困难 因为敌人火力还很强 马鹰和大家一商量 决定由王二虎带领一个队 带上手榴弹去轰击挖地 夜幕降临了 队员们带了手榴弹向挖地摸去 忽然 王二虎一不小心 碰翻了一只罐头盒子 鬼子一听见声音 立刻怪声嚎叫起来 紧接着子弹雨点般地射来 王二虎盲叫队员们扔手榴弹 煞时火光冲天 敌人的许多机枪都哑了 中村剑处于绝境 命令士兵们上起刺刀 决死地向西南角冲去 马鹰在火光中看得清楚 便吩咐战士们从左右两个方向朝西南角集中 堵住敌人 经过一场激烈的混战 敌人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冲出包围圈 战士们追击了一阵 见敌人跑得无影无踪了 才转回来打扫战场 这时张大爷带着老百姓也前来帮忙 马鹰一检查 鬼子汉奸的尸体虽不少 就是找不到中村 估计他是突围跑了 中村吃了这个大亏 从此气焰一落千丈 躲在城里再也不敢露头 这一天 分区司令李朝东把马鹰叫去 说时机成熟 要献大队去解放县城 并和马鹰做了一番严密的布置 他问马鹰有什么意见 马鹰坚定地说 请首长放心 我们一定胜利完成任务 李朝东拍拍马鹰的肩膀说 好 那你就回去布置吧 马鹰一回来 立刻召开干部会议 传达了任务 接着就派人去和打入围警察局工作的 正警制联系 又命小顺带着十几个战士 混进县城 约定三天后的午夜动手 解放县城 到了第三天 马鹰化妆进了城 来到秘密联络站 东关侯老魁的摩摩房 让老侯去把正警制叫来 部署战斗行动 老正来了 马鹰问他城里布置的情况 正警制说 城东炮楼上的小队长已争取过来了 首先由肖阳带领我们掌握的十一个便衣队员 以茶岗为名 把这个炮楼拿下 然后举起红灯 部队登城 马鹰问如何对付西街耶稣堂的鬼子 正警制说 战斗开始 就由小顺把混进城的战士集中起来开到西街口 狙击鬼子 能赌一阵子就行了 正警制说到这里 呼听侯老魁在门口搭的磕了一下烟带过 这是有人来的暗号 他俩忙把出枪躲到门后 原来刘中正手下有个密探眼麻子 发觉警察局的正警制常到这里走动 心中怀疑 所以今天化妆成农民前来侦查 直到他走近了 侯老魁才认了出来 忙将烟带过一颗 向眼麻子打起招呼 侯老魁请眼麻子到屋里坐一会儿 这倒把眼麻子吓住了 他想里边要真有八路怎么办 自己一个人岂不是白送死 于是说了声不做了 转身就走 等他转进胡同 侯老魁赶紧上了门面进去报信 谁知引麻子并未走 躲在墙后看了个清楚 便肯定这里有八路 立即回去搬兵 侯老魁进来把刚才的情况一说 正警制说 把门上上就把目标暴露了 老魁敲着自己的脑袋说 怨我怨我 你们赶快走吧 不要管我 大不了拼上我这条老命算了 马英一面安慰老魁 一面问正警制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正警制沉思了一下说 不要紧 我想办法对付 马英说 既然如此 一切还是照计划行事 但你千万要小心 正说着 只听街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老猴知道敌人来了 忙使劲移开乌角的面柜 叫他俩赶快下去 马英叫老猴也一起下洞 但老猴摇摇头 只是挥手叫他们快走 老猴咬着牙 把面跪一回原处 就在这时 哐嚷一声 门被砸开 急把明晃晃的刺刀 将他逼住 引马子卷着袖子 提着枪跟了进来 伪军们在屋里翻腾了一阵 什么也没搜到 引马子拿枪顶着老猴的脑门问 老家伙 把八路藏到哪了 老猴说 咱们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 怎会藏八路 你们该不是走错门了吧 引马子一脸打了 猴老奎几个耳光 骂道 别他妈装阳算 老实讲 地洞在哪里 老猴说 墨房中怎会有地洞 引马子鼻孔里哼了一声 吩咐伪军八万 顿时 锅台被砸了 抗袭也给接了 还是一无所获 引马子见那只面柜梅班 便叫伪军把他移开 当他发现下面有个洞 便得意地说 妈的 没有地洞 这是什么 紧接着就叫伪军下去抓人 可是伪军们面面相觑 谁也不敢下去 伪军班长拿着枪硬逼 几个伪军朝洞里打了两枪 见无动静 这才跳下向前摸去 隔了一会儿 这几个伪军回来报告说 地洞一直通到后街 八路已经跑路了 引马子不信 扑通一声跳到洞里 老猴趁他不提防 抄起门栓朝他的脑后砸去 不料引马子脑袋一偏 门栓却砸在他的左肩上 他呀叫了一声 他呀叫了一声 回手一枪 打中了猴老葵的胳膊 引马子把老猴压到了警卫队 刘忠正见是个五十开外的老头 半信半疑 便慢慢地走到他的跟前 问他是不是八路 老猴倒负着两只手 对刘忠正冷笑了一下 刘忠正见他嘴硬 心想不如用些软弓 当下给他松了榜 又花言巧语地劝了一番 问他刚才可有八路在他家里 不想老猴对他破口大骂 说他这个大汉奸 休想套他的话 刘忠正忍不住了 脸上两道青筋暴起 立刻吩咐把老猴毒打了一顿 可老猴始终不吐半个字 他一时也没有办法 指的叫把老猴压下去 引麻子见问不出情况 盲又献计 说自己常见郑景之 出入侯老奎店里 大有嫌疑 可以查查 刘忠正觉得有理 但一想郑景之 是县兵队长小野的亲信 自己不好处理 便压着侯老奎直奔中村那里 中村听了刘忠正的报告 便说郑景之良心坏了坏了的 这是混进鬼子 便一队担任队长的 萧扬正在门口巡逻 把这些话听的一清二楚 就假借截手 出来派个人去向郑景之报信 此时郑景之已回到家里 接到萧扬报告 他毫不惊慌 以为这是意料中的事 他想 敌人要是抓不到我 必然大搜查 戒严 那我们的计划就全破产了 他决定用生命保卫 这次战斗的胜利 不一会儿 两个鬼子带着一队伪军来压他了 郑景之若无其事地 跟他们走进耶稣堂的大厅 他恭恭敬敬地走到中村面前 敬了个礼 问把他找来有什么事 中村问他 天黑时到什么地方去了 郑景之回答说 到姑姑家去了一趟 中村一沉脸 说不对 随着舅舅把侯老奎压了进来 指着他问 这个 你的好朋友吗 郑景之看了看老侯 坦然答道 这是东关卖模们的侯老奎吗 认识 认识 侯老奎一见郑景之 正在说话 中村赶紧一挥手 叫汉奸把他带走 然后对郑景之说 他的八路 你和他的一样 他统统地供认了 郑景之说 这是冤枉 愿和他对峙 中村就怒吼起来 说他不老实 命令将他吊起来拷打 萧阳的头上 立刻像是挨了一棒 打郑景之的任务 照例是他 可能拿敌人的鞭子 抽打自己的人吗 不打 又会把自己暴露给敌人 他颠着鞭子 走向郑景之 手却举不起来 郑景之忙用话提醒他说 萧队长 你打吧 我不怪你 有人害我 黄军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萧阳刚举起鞭子 中村忽然又上前拦住 回头和小野咕噜了几句 大吼一声 命令将侯老魁和郑景之 绑出去枪壁 刘忠正洋洋得意 萧阳的心里 却像刀扎一样 他想把枪口对准敌人 一看郑景之是那样坚定沉着 我好像对他说冷静一点 不要把整个计划破坏了 于是他把紧握的手枪放了下来 侯老魁被压着走出来 知道就要牺牲了 便高呼起口号来 郑景之和萧阳看着老人的背影 心里说不出的感动和敬仰 他们俩人被压到北城的一个断头台上 郑景之望着城外乌黑的原野 仿佛看见马英带着队伍正向这里击近 这时中村一声怪叫 一个鬼子兵把刺刀扎进了侯老魁的后心 英雄的老人倒下来 中村又回过头宁笑道 郑景之 你得承认了 没关系 皇军大大的重用 郑景之说 太君 我终身效忠皇军 死不 没等郑景之说完 中村又是一声吼叫 鬼子兵又端着刺刀向他冲来 郑景之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忽然 听到中村一阵狂笑 接着上前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的忠实皇军大大的 原来这是中村考验郑景之 见他态度镇定 终于打消了对他的怀疑 马英自摸摸房逃出后 仍照计划带着部队向县城运动 到了午夜 离城墙不远了 忽见侦察员来报 东关的联络站被抄 侯老魁被捕 可能牺牲了 马英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莫不是出了问题 可是 看看城里那死沉沉的样子 又不像出过什么事 他坚信郑景之是有办法的 所以 吩咐仍按原计划进行 并向赵振江和王二胡两个中队长发布了命令 他又派老孟带领三中队解决委县政府等机关 分派停的又宣读了几项纪律 部队便分头行动了 赵振江带着队伍 抬着长梯子向东北脚摸去 到了护城河边 战士们一个个扶在地下 一会儿只见三层炮楼眼里出现了一盏红灯 赵振江大喜 知道萧扬他们已得手了 他命战士们迅速地爬过沟 把梯子竖在城墙上 自己首先飞四地窜上去 到了城墙沿 只听有人轻声说 你们可来了 那人随手一拉 把赵振江拽了上去 赵振江认出这人正是萧扬 战士们也迅速地爬上来 就在这时 北门东门炮楼上的敌人发掘了 朝这边打起枪来 火力很猛 赵振江留下一个牌 配合萧扬掩护 便带着队伍急速朝西街奔去 继二中队之后 王二虎也指挥着一中队的战士们 冒火登城 小伙子们像无数的炮弹 一个个飞上城头 刘中正在警备部接到电话 知道八路已进了城 忙急合了队伍 他们刚到门口 对面警察局扫过来一梭子子弹 把大门封锁住了 原来 郑靖之被放回来后 就把地下人员组织起来 解决了违警察局 刘中正指挥队伍往外突围 但对门的机枪步枪打个不停 他知道不妙 便命令伪军们从防上往外冲 伪军们搭起软梯子 正往防上爬 忽然轰隆隆 屋顶上扔下来无数手榴弹 伪军们死伤了打扮 原来是王二虎率领一中队赶到了 伪军们只得把头又缩进屋里 王二虎见敌人已处于绝境 便把袖子一卷 命令战士们冲下去 战士们就扑通扑通往院子里跳 伪军们吓得直发抖 纷纷把枪扔出来 战斗结束了 一群群俘虏被压了出来 郑靖之站在门口 见有个俘虏穿着一套 很不合身的士兵服装 把军帽压得滴滴的 他过去把这人的军帽 往脑后一推 这人正是刘忠正 俘虏们被压走了 郑靖之和战士们一起打扫战场 忽见尹麻子正往墙上爬 立刻鹤令站住 尹麻子回手向郑靖之开了一枪 郑靖之一低头 随手还了一枪 结束了这个汉奸的狗命 再说中村在耶稣堂 突然听到枪声 就派了一个班出来搜索 不料刚到门口 急被小顺等拦住 中村立刻集合大队 以强烈的火力向外冲去 小顺等眼看就要堵不住了 就在这时 赵震将带领一队人马赶到 猛烈的炮火 又把敌人顶了回去 耶稣堂被包围了 中村慌忙给刘中正打电话 可是没有人接 他知道情况危急 忙向恒水电报告急 请求救兵 又命令鬼子坚守耶稣堂 双方对峙着 中村见援兵迟迟不到 又向恒水询问 回电说援兵已经出动 他才放了心 鼓励鬼子奋勇抵抗 其实 恒水的鬼子一出城 半路上就被我分区部队打回去了 赵震将见敌人火力仍很强 正无计可施 马英和王二虎带着队伍来了 马英知道 硬冲壁将造成大量伤亡 吩咐王二虎去把土坦克弄来试试 土坦克是用木板做的 外绑五层尸背 下鞍轮子 地雷装在前面 游击队常用这东西打冲锋 一会儿 王二虎把他推来了 马英立刻命令轻重机枪一起掩护 土坦克朝耶稣堂冲去 冲到大门口 战士们迅速地把地雷埋在大门底下 当他们刚撤回来 轰的一声 地雷就爆炸了 耶稣堂的门楼崩塌了 马英把匣子枪一举 战士们就端着刺刀冲了进去 枪不响了 喊声也没有了 双方在院子里展开了肉搏战 鬼子一个个地倒下 敌人的新兵把枪一扔 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险兵队长小野换了一身便衣 正准备逃走 被王二虎一把揪住 乖乖地当了俘虏 只是没有发现中村 大家见耶稣堂大厅的门关得紧紧的 赵震江上前一脚把门踢开 只见中村躺在地上 脑门上有个小黑眼 手枪扔在一边 中村自杀了 鬼子和围警被对警察局全部解决了 马英就和赵震江王二虎带了队伍 去帮助老孟解决违县政府等机关 但刚拐弯 就见老孟正在前面街头追赶一个老头 马英定睛一看 这人正是大汉奸苏金荣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马英猛跑几步 抬起手来 啪的一枪 苏金荣应声倒下来 黎明 全城战斗胜利结束 到处响彻着欢笑声 这时 一轮蓄日从东方冉冉升起 透射出万道金光 给这个历尽灾难的县城带来了新声 战士们也各个孝处扬开 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平原枪声连环化全册故事完毕 谢谢观看